全球央行现在为了打通膨准备牺牲经济 不顾一切暴力生息 世界银行周四发出警告 表示全球经济将会加速的步向衰退 明年就有可能会看见 那么被视为景气风向球的快递物流业 已经先印证了这个噩耗 原定下礼拜要来公布财报的联邦快递 他们礼拜四突然发布预警表示 上一届业绩不止无法达成财筹目标 而且各部门营收都比预估的少好几个亿 同时警告总体经济情势急剧恶化 迫使他们必须要来撤回六月发布的全年财测 导致盘后股价应声暴跌了17% 由于全球的包裹数量骤减了 所以货币量是每况愈下 联邦快递宣布要直视准节计划 也只是减少员工在上班工时 还要关闭超过90个办公室 并且停飞部分货机 联邦快递指引长表示 目前尤其亚洲情况是特别严峻 因为中国的需求没有如预期复苏 眼看全球经济即将步入衰退 他们只能把先前的财报预测 全部丢掉所费 上回猜测的消息一出 联邦快递在美股盘后交易股价暴跌 而随着全球展望恶化 货位量疲软 截至周期收盘 联邦快递今年以来的股价大跌超过两成 受到联邦快递的预警利空拖累 其他的快递公司以及零送股盘后期跌 UPS优比速周四盘后也重挫近6% 今年来的跌幅超过了13% 而联邦快递虽然没有宣布裁员计划 但是消减人力恐怕在所难免 面对整个景气恶化 企业纷纷祭出了合并业务 延迟招聘 甚至是大裁员 整个劳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 摩擦恐怕也越来越大 美国马里兰州苹果商店员工 6月底以65比33压倒性票数 投票通过组成工会 创下全美苹果商店首例 ALU 电商龙头亚马逊同样挡不住工会组织潮流 纽约亚马逊仓库员工 4月份以些微差距投票通过组成工会 成为全美亚马逊物流第一个工会组织 We have to find out what the workers feel most strongly about However I could tell you number one on the list is going to be higher pay The cost of living in New York is way too high Amazon does not pay a living wage So tha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fight for Clearly something is happening We've been talking for a long time about the unrelenting decline of organized labor And the absence of organized labor from tech altogether That's beginning to change a bit 疫情以来美国就业市场掀起大力之潮 各大企业持续面临劳力短缺的窘境 燃溢风险比较高的产业尤其严重 在供需失衡之下 让劳工在面对企业时有了更高的溢价权 另一边疫情下严峻的工作环境 也让美国蓝领劳工团结起来 掀起新一波工会组织风潮 包括星巴克 亚马逊 苹果等美国知名企业旗下员工 都突破重围在各地组织工会 风起云涌的工潮在全美遍地开花 特别是薪资成长 跟不上物价水准的地区 decades of ignoring these issues decades of people not having a voice decades of people seeing declining wages and declining bargaining power has led to some extent to extremism and demagoguery what it's showing you is a shift of power in this kind of low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 we're in because we're starting to see that the power 美国失业率还徘徊在历史低点 职位空缺数也接近历史高点 没有明显降温迹象 就业市场短期之内依然吃紧 劳工手上继续掌握更多的溢价筹码 然而随着联准会大举升息 抑制需求市场担心 美国经济衰退风险越来越高 企业获利一旦随着经济衰退 劳力需求恐怕跟着急动 职缺可能还没补满就被删减 甚至进一步开始裁员 就业市场溢价权恐怕跟着翻转 知名经济学家伊尔艾朗认为 短期之内美国就业市场还会继续维持紧俏 然而随着联准会紧缩货币 明年就业市场可能出现反转 在劳工争取权益的风潮持续热落 而企业却开始受伸裁员之下 劳房与资方就像两列缓慢失速的列车 冲突已经开始倒数 金新闻 陈云亭 汪林奇报导